一家零售公司因为遵守渐进式薪金模式付给两名零售助理的薪资低于规定 而被暂停为外籍雇员申请工作准证 人力部表示早前已经和这家公司沟通 但他们并未做出调整 这家公司必须先调整员工薪资才能恢复申请工作证的资格 零售业的渐进式薪金模式在2022年9月推出 目的是协助提高低薪员工的收入